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适合PS5的显示器 关于如何给PS5挑选显示器 我之前发过很多视频教程 但是没有涉及具体的品牌和形化 今天这款算是其中之一 它是来自明基的DW2880U 现在正式开始 这是一台28英寸的显示器 IPS面板 10亿色 带HDR 那为什么说它适合玩PS5呢 是因为它有很多为游戏而生的功能 后面会给大家逐个简单的讲解一下 它这个名字叫DW2880U 这个DW是系列 是偏影音和娱乐方面的系列 这个DW28呢就是尺寸 后边这个80呢是比较新 相对70来说是比较新的产品 这个U就是指的是4K 个头还是挺大的 参加还有一款叫DW3270U 那个32是32英寸 70是相对来说比较老的产品 这是一条HDMI的线 这是一个Type-C的线 这是一个电源线 这是底座 座 座 个头还是比较大 质感不错 挺有分量的 这是使用说明书 还有三包 三包 这是显示器的遥控器 有的这遥控器 还是比较方便 这是后面的支架 主要就是这么多东西 下面看一下显示器面板的本体 这台显示器它是带音箱的 据说这台显示器的音箱效果不错 是由专业团队调教过的 就是低音也不错 回头体验一下 给大家听听 另外这台显示器支持HDRI 除了它有标准的HDR功能之外 它还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看电影的HDR模式 和玩游戏的HDR模式 有三种模式 三边窄电框 这是IPS面板 下面我们来安装显示器 其实显示器最核心的就是这块面板 这块面板支持90%的P3广色域 这个P3广色域就是色彩更加丰富 层次更加丰富 如果你们想知道 PS5在P3广色域的显示设备上是什么样子 回头我给大家测一下录过视频 这款显示器 这款显示器它有两个HDMI交口 都是2.0的 还有一个DP交口 版本是1.4 还有一个Type-C交口 是60W的 还有一个是耳机 输出接口 可以把它接到音箱上 旁边还有一个锁 为什么要说版本 因为不同的时间的显示器 它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最近这两年的显示器的HDMI的接口 都是2.0起步 因为只有HDMI2.0 它才能支持4K60帧 另外这个DP接口 它也是有版本的 好像是1.2版本就开始支持4K60帧 但是好像不支持HDR 只有到了DP1.4接口才支持HDR 铺送了一条HDMI的线 应该也是2.0标准的 这条线和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买到的是不一样的 最好保留 因为显示器自带的HDMI的线 它的接程性是最好的 我们接PS5 最好还是用PS5自带的那条线 它是HDMI2.1的 这条是Type-C的线 它后面有一个Type-C的接口 它这口的显示也是支持4K60帧的 就是线稍微短了点 原因程度还是不错 我前一阵子自己买了一条比较长的 这种Type-C的线 虽然可用 但是呢 没有这个柔软度好 那个比较硬 另外各位在选显示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有很多显示器 它为了省空间 为了把显示器变得更小 它会把这条线 这条电源线会接一个变压器的盒 一般的这个价格的显示器是没有的 就比较方便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带备压器的 这是迷座 现在这种显示器安装都是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的 要拆上去 就很容易安装 好像像弘旋标 最后就是这个升降支架 先说一下 这台显示器它支持悬挂的 支持悬臂 我们可以买一个显示器支架 可以左右上下的调节 叫Visa Visa 调节 其实它自带的这个应该也不错 可以上下左右前后左右 第一步 我们先把这个装到显示器上 这个显示器面板朝下 最好用一个比较柔软的布 或者是它自带的这个塑料皮 塑料膊 给它放到下面 避免滑 避免滑伤屏幕 然后这个是这么放 它有一个这样的引脚 后面也有引脚 前面是出来的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按钮 按 它就陷在来了 最后装底座 它底座后边有一个螺丝 固定螺丝 冲着大家 需要一些地区 我怎么拧螺丝呢 没关系 把它都放了 我看见了音箱 好 有结实 往锅里 好 看看它怎么旋转 上下 上下 这是要上下扬斧 上下移动 左右 看完的正面 我们再看看侧面和背部 这款显示器它有六种爱眼技术 这个爱眼技术 说白了就是对眼睛好 比如黄蓝光 还有低屏闪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我是比较喜欢的 我认为特别不错 它就是根据环境光的变化 自动调节显示器的亮度和色温 这个功能 其实在苹果的笔记本 自带的那个屏幕上 也是有这种功能的 它叫原材显示 这个位置是开关和一些调控选项 这款显示器它有三种色彩模式 游戏的色彩模式 分别适合FPS RPG和塞车游戏 针对不同的游戏 我们调成不同的色彩模式 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具体有多好 是什么样 回头等我用一阵子 再和大家分享 下面说一下尺寸 我们用尺子量一下 它的宽度是63-64 面板的高度是37-38 整个显示器最高的高度是52 为什么要测量这个大小呢 是为了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尺寸 你的桌子上放不放得下 另外尺寸太大或者太小 它这个28英寸的高 是显示器对角线的长 是72米 它的最小高度 我们要看一下 40多一点 好,显示器装完了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 看一下PS5的效果怎么样 这台EW2880U 还有很多为游戏而生的功能 和我的PS5 比较契合 清合度比较高 具体使用情况怎么样 回头再做视频和大家分享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是我柴雅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